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对他来说他心里可委屈了 他对我好 我过来的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没有说你错 我只是说你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这个不同的选择就是变化 你们的冲突是什么冲突你知道吗 你们的冲突是人生阶段的冲突 当初你那个人生阶段 我谈恋爱就行了 当初他什么人生阶段 大学嘛 除了读书就谈恋爱呀 你们当然是很好啊 现在呢 你要的是婚姻 你要的是将来 而且是两个人的将来 你要的不同啊 你的人生阶段发生了变化 但是他没跟着比 没有变不是好事情 没有成长 老师你知道吗 我之前就是在朋友圈里边看过一句话 就是说你图什么 千万不要图一个男人对你好 千万不能图他对你好 就我觉得你可以重新筛选一下自己的朋友圈了 对 你这个价值观是错的 为什么 就很简单 我们当然图一个男人对自己好啊 你不能因为这个男人现在没有给你想要的好 就否定他以前对你的好 然后从而否定所有男人对你的好 那么如果下一个想要结婚的他对你好呢 你也否定他吗 不要因为意识的挫折 就否定应该会来的成功 这是错误的价值观 感恩过去 感谢过去 和一个曾经给你带来快乐 但现在没有办法陪你走下去的人 说再见 那些东西不是白费的 虽然花了几年心血在这里面 但是我也获得了曾经的快乐 而且我学会了 什么样的人才是我将来要选的那个人 这都是生活教你的道理 好 谢谢陆琪老师 你还一直在哭啊 我知道你今天其实是带着脸 在生活当中好多次看见 一个垂胸顿足恨天由地的女人 我怎么老碰上白眼狼啊 我怎么老碰上这样的男人 偏偏是我呢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所以你是在哭自己的命运 你不是在哭彼此之间的情感 让我们再翻过头来 听听你最初上来说了些什么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你心里的变化 你开始是这样说的 我邀请他到河北来 他居然来了 他老来 我不过是客气一下 跟狗皮膏药一样 甩都甩不掉 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多有优越感 但是在你哭泣自己的命运的时候 你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多么没有价值的女人 为什么前后反差会这么大 一会儿这么忧郁 就别人捧着你 你就觉得自己很忧郁 你看他追我 别人只是说 我要回老家 你就马上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 因为你把自己所有的价值 都放在别人对你的互动上 别人对我好 我就是有价值的 别人烧蛋要是对我有一点点不好 我就是没有价值的 你是一个特别自卑的人 其实你并不爱他 你只是图他的老实 否则的话 你怎么可能在描述过去的美好的时候 你脸上一点笑意都没有 你把他称之为狗皮膏药 但事实上 你跟他在一起 没有美好吗 也有 所以 三点 自己做的选择 什么后果自己吞下去 不要恨别人 第二 一段感情失败未必代表 整个感情过程当中都是不堪 第三 自己的价值不是建立在别人身上 你我就不说什么了 你自己平衡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 这些年这个女人对你怎么样 好 愿意为她奉献就留下来 如果自己觉得这份感情 不足以让你为她 妥协 那么就说声对不起 离开 好吗 好吗